第六章 近代世界的孕育 14世纪宗后期到18世纪宗叶 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孕育时期 在这一时期 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地理大发现 商业革命 主权国家兴起 科学革命 启蒙运动等 这些变化改变了欧洲 揭开了西方近代文明 闪亮登场的序幕 第一节 文艺复兴 西方近代文明的出现 是从摆脱宗教束缚 使人的思想观念世俗化开始的 在这一过程中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具有决定性意义 那么为什么会在西欧出现文艺复兴 这与当时罗马天主教所处的困境有关 在漫长的中世纪 欧洲一直在罗马天主教的支配和影响之下 但是在十四世纪中后期 罗马天主教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首先是黑死病的冲击 1348到1351年的黑死病 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 危害最惨烈的一次传染病 它造成了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死亡 黑死病引起了普遍的恐惧心理 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 比如说它带来的经济萧条 因为大量的人口死亡就造成了需求的下降 尤其是对于农产品需求大规模的下降 生产就失去了动力 在中世纪时候 开垦的大量的土地又被抛荒 一时间欧洲出现了许多消失的村庄 瘟疫的流行还引发了农民的起义和封建战争 瘟疫战争加上1453年 奥斯曼托尔其人攻占了军事坦丁堡 打开了通向欧洲府地的大门 所有这一切给当时的欧洲人 以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 人们急需教会精神上的指导 但恰恰在这一时期 罗马天主教会却遭遇了一系列的丑闻和困境 无暇顾及普通人的精神需求 14 15世纪 罗马天主教会丑闻不断 首先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教皇的阿维农之球 1305年法国波尔多大主教德戈尔 在法国国王菲利四世的支持下 当选为教皇 称为克勒蒙武士 他对菲利四世言听计从 1309年就把教廷 从罗马牵制了法国南部的阿维农 教廷在这里一直待到了1377年 在此期间的七任教皇 以及134名书籍主教中的111位 均为法国人 教皇和教廷完全在法国君主的控制之下 一个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 居然成为世俗君主手中的傀儡 这样就使得教皇的权威一落千丈 接着又出现了基督教会史上最大的丑闻 大分裂 当时两个教皇分别在罗马与阿维农 两个教廷对立 双方都称对方为异端 宣布开除对方的教集 而大分裂正好发生在 瘟疫战争肆虐欧洲的时候 两个教皇都自称 自己是圣彼得的继承人 掌握通向天国大门的钥匙 那么两个教皇中 谁是真正的圣彼得的继承人 哪一个教会才能给人真正的灵魂拯救 这就更增添了欧洲人的焦虑和不安全感 1414年的康斯坦斯宗教会议 终于结束了教会的大分裂 罗马的正宗地位得到了承认 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教皇 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 他们成为文艺复兴的主要的资助者和支持者 但是这些教皇并没有意识到 他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应该是为处于动荡和灾难之中的欧洲人 提供精神上的安慰 教皇们急于重整罗马教廷的权威 他们像士族君主一样 在意大利的政治和外交斗争中纵横百合 以图扩大教皇国的势力和影响 他们大兴土木美化罗马城 要树立教廷在基督教世界的崇高地位 为此他们招揽大批的文人艺术家为之服务 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的赞助人 但是这些教皇却不能代表教会的真正精神 这个教会对于千千万万的教徒来说 是他们今生的安慰和来世的希望所在 由于罗马天主教会不能给处于灾难 和动荡时期的欧洲人提供精神上的安慰和指导 这样就使得教会控制之外的新思潮兴起 其中主要的就有在意大利知识分子和上层人世中 涌现出来的人文主义 下面我们讲一下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一个法语词 原意是rebirth即再生 再生的概念最早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提出来的 意大利艺术史家瓦萨里最早使用文艺复兴一词 来概括这一时期文艺活动的特征 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再生的年代 即在经历了中世纪一千年的文化上的黑暗和无知之后 古典文化和艺术复兴的时代正在到来 在他们看来再生就是恢复古希腊罗马文化 但是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文艺复兴的意义不限于此 在恢复古典文化和艺术的同时 诞生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十九世纪瑞士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这本书中将文艺复兴的实质概括为两个发现 即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最先摆脱了 中世纪的宗教束缚和无知状态 开始以世俗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和人自身 布克哈特认为这是欧洲近代性社会的开始 因此他说 意大利人成了近代欧洲儿子中的长子 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并不是偶然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兴起的背景 首先呢 因为意大利是欧洲经济最繁荣的地区 十四十五世纪 欧洲普遍的经济萧条 并没有对于意大利造成严重的打击 因为意大利的繁荣呢 是建立在对东方的垄断贸易基础之上的 当时香料丝绸和其他的东方产品 在欧洲市场上供不应求 意大利商人也因此获利胜丰 而意大利的手工业也很发达 佛罗伦萨就是当时的纺织业中心 它的手工工厂规模大 工艺精湛 从业人员有三万多人 占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此外呢 意大利还是当时欧洲的金融中心 而意大利繁荣的经济 是文艺复兴的重要基础 他为文艺复兴提供了充分的财力支持 意大利的商人和银行家 是文学和艺术的康海赞助人 如创建了百拉图学院的 美利奇家族的高贵者伦伦佐 他晚年呢 开办了一所雕塑学校 其中有一位15岁的孩子 引起了他的注意 受到他特别的呵护 这位才华横溢的孩子呢 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米开朗基罗 同时呢 意大利的经济环境也容易培养出一种 与中世纪基督教教义相悖的世俗精神 第二 意大利城市的自治程度最高 意大利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市民阶层 意大利城市获得了充分的自由 成为事实上的城市国家 意大利城市国家的统治者是商人贵族 他们由富而贵 如佛罗伦萨的美利奇家族 他最初只是托斯卡纳的农民 13世纪基深于佛罗伦萨的商人贵族行列 15世纪夺取政权 成为佛罗伦萨的无冕之王 而这些意大利的商人贵族 缺少封建贵族高贵的血统 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就对于荣誉和高贵重新做了解释 指出个人的才能品德和成就 才是荣誉和高贵的真正源泉 这种思想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 意大利拥有丰富的古典文化遗产 在这片土地上产生了古罗马的文明 罗马的古迹随处可见 极易唤起意大利人对古罗马权利和荣耀的回忆 以及对于罗马艺术的模仿 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主要表现为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人文主义是指的人文学科 包括文法 诗歌 修辞 历史和道德 哲学 人文学科是教人如何说话 如何写作 如何思考 换句话说 教人怎样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 有教养的人 而广义的人文主义是指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是关于人的学问 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纵视现实生活 基督教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上天堂 因此重要的是来世 而不是现实 今生今世只不过是通往来世的一个 短暂的准备阶段 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人文主义者不这样认为 彼得拉克说 我不想变成上帝 我是凡人 我只要凡人的幸福 所以人文主义者将人的眼光 从天堂转到了人间 这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第二点是重视人的价值 强调人的尊严 按照基督教的观点 人类由于他们的先祖亚当夏娃 偷吃了上帝的禁果 犯了原罪 因而人类是生而有罪的 而中世纪的神学家又进一步地强调 人的卑微和渺小 人文主义者则大唱反调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费奇诺 在至人类的性中 一开始便说 认识你自己是具有人类外表的神 在文艺复兴时期 人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和崇拜 第三个人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表现为 张扬个性 追求卓越 以自己的才能 勇气和成就 赢得他人的认同和称赞 因此文艺复兴时代 是一个崇拜伟人的时代 也是一个伟人辈出的时代 文艺复兴时期 不仅出现了第一流的文学家 艺术家 像彼得拉克 伯加丘 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 那么还出现了诸如达加玛 哥伦布 麦兹伦 这样伟大的航海家 那么还有像美蒂奇家族 德国的福格家族 这样成功的商人兼银行家 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 通过自身的努力 证明了自己的杰出与伟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